要跟國際接軌 台灣也積極發展自駕車 不過目前開放到第二級部分自駕 卻已經車禍頻傳 貨車開上路了 只是請注意 駕駛的手完全沒有放在方向盤上 車卻是還能往前開 不僅可以轉彎 遇到人也會停下 紅燈沒問題 甚至有車突然變換車道 這通通都是電腦自己操控的 各國各車廠都不斷致力研發自駕系統 因為如果可以由電腦控制 協助預判路況 就能讓道路環境更加安全 這是工研院之前與相關單位合作 主要透過精準地圖 還有學會法規 以及辨識行為能力的電腦 之前台北也有無人公車 趁著夜間上路測試 當啟動自動駕駛的時候 這一顆主要功能它有點像是 車跟車之間的一個 金屬的探測器 那它還要搭載著 它前擋玻璃上面的鏡頭 去做搭配的使用 那這一顆永遠都不會變 它永遠都會損載著 那隨著現在新的自動駕駛的 一直演進 那Level 2 在各個車廠之間 也都會有所謂的 他們的自己的一個基本功能 它也有類似這樣的一個裝置 那它的裝置很明顯 就我們可以看得到 就在這個位置 那車跟車之間有沒有做 有沒有辦法做到通訊的功能 在國外目前已經有陸陸續續 在做這樣的開放與測試 那目前在台灣是還沒有的 太過度依賴這個東西 其實往往會造成一些意外的發生 畢竟如果真的上路後 它得要面臨各項考驗 尤其近來 新車都配備輔助駕駛系統 台灣目前只開放到Level 2 偏偏很多人都沒有遵照規則走 明顯的在國道上的這幾起事故 從影片來判斷 可以懷疑駕駛 就是開啟了系統後 接著不管它 輔助駕駛系統 主要是分成五級 Level 1是輔助駕駛 像是定速 而Level 2則是部分自駕 你的雙手還是一定要 握在方向盤上 而第三級則是系統可以自駕 但是你隨時要介入 Level 4則是不用駕駛了 就像是美國的WEMO一樣 最終是五完全自駕 目前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 針對Level 3已經有完整法規 我們臨近的日本 就是締約國之一 而德國更是進一步 第一個監管Level 4的法規 通過立法 美國 中國也都有無人小黃 只是台灣的進度 又到哪了 那目前大概有相關的分級 那目前 目前是還沒有比較具體的 就是每個分級的操作型的定義 那我們目前的做法 大概在國內 就是首先會先了解 國外的一個做法 是一個什麼樣子 來做為國內以後導入的接近 第二個針對於 國外的一個條件的部分 我們也還在了解當中 還在了解當中 真的想要像未來電影一樣 不用自己DIY坐上車 設定好目的地 電腦就會把車開到那 這得需要耗置 網路 還有相關配套 通通一起整合 再來需要一些時間 那人的生命 可能也要活得夠久才看得到 尤其如果你要到Level 5 也就是完全的自動駕駛 如果依照人類目前的科技 在鋪陳的話 可能還需要配合低軌衛星 讓車輛跟車輛之間 透過衛星進行溝通 並且可以鎖定各個的位置 才有辦法達到完全自動駕駛 也就是你車上沒有油門 沒有方向盤 沒有煞車 他可以完全的自己可以運行 坦白講必須要克服的環節 真的是比想要的要多 那並不是只有科技 包含政治 經濟 以及各個國家 他們的經濟水準 這些都必須要去顧慮 自動駕駛要真正走進你我生活 確實要先解決的 就是安全疑慮 國際上也沒有一套百分百 可以確認安全的系統 因為有人在操控方向盤 比起電腦自己開 視覺感受上好像比較安全 但全自動駕駛 確實可以排除 人為不確定因素出現的 三保行為 畢竟用路安全 就是上路的首要目標 TVB新聞 中德榮歇輪 台北採訪報導 全球財富報告分析 到了2028年 台灣將擁有100萬名的百萬富翁 但這樣的AI榮景 並非所有民眾都有感 台灣半導體供應鏈 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 更是主要撐起台灣經濟的支柱 尤其AI成長潛力 科技業前景被看好 科技業成為社會新鮮人 夢幻職業首選 就連文族也想加入 就是看準 這一股趨勢不可擋 當然也牽動著經濟變化 任意2024年 全球財富報告分析 認為台灣到了2028年 將會擁有超過 百萬個的百萬富翁 最主要的成長動能 就是因為台灣擁有 強大的晶片產業 看好未來科技業發展 預期台灣未來幾年 將獲得AI繁榮的回報 但絕非2300萬人 都能從這一波熱潮中受益 當科技業成長動能 比其他產業都來得強勁 貧富差距恐怕也跟著擴大 科技產業的這些工程師 他們所得高嘛 所以他們的財富累積的速度 就會比較快 他變得更有錢 他的消費意願 消費能力就會增加嘛 這個對我們的經濟倒是好事啦 我覺得問題比較嚴重的是 低所得的 或者是低財富的那個族群 因為他們的所得財富 可能相對都比較偏低 然後我們這幾年呢 都有比較嚴重的通膨嘛 那所以說對他們來講 你的所得增加有限 但是呢 那個通膨讓我們的家庭支出 是不斷的在增加了 看到這項數字 2023年台灣在美國財經雜誌 全球金融被列為 世界最富有國家第14名 然而國人對於這個數字 普遍卻都無感 因為平均每人GDP 恆大程度恐怕是反映在 科技業的收入 並非是台灣人民的平均所得 像在新竹地區 台南高雄 其實它也是受到科技業的影響 所產生的外衣效果 那因為房價也是大幅的上升 房地產特別是在這幾年 它對財富的這個影響 也是非常的可觀 擁有較多財富 贏在起跑點 投資累積更多財富的速度 當然又更快 根據全球房地產指南 2024年4月報告指出 以每平方公尺中位數價格計算 台灣目前是亞洲第二昂貴的 房地產購買程式 僅次於香港 但我們的薪資水準有跟上 房價漲幅嗎 剛上台北是2019年左右 2020年的事情 這樣那時候開始看房子 差不多就是座落在 新的小套房的這種 差不多1000出頭多一點的小套房 對然後後面就是看到 其實漲了大概也有 兩三百萬這麼多了 對兩三年的時間就漲了 差不多兩三百萬 然後後面就覺得說 就是感覺再看下去 其實大概中間價位的房子 應該就不太容易買得到 薪資差異大 房價又不斷上漲 以及抵押貸款負擔增加 每個因素都緩緩相扣 尤其過度借貸往往會更容易 跌入底層的20% 大概有33.4%的上班族 名下是有房產的 那他們每個月要付出的房貸金額 大概是32,167元 佔了他們薪資的七成二以上 所以明顯這個負擔能力是偏高的 這等於說他們 對他們的生活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負擔 也因此他們勢必要改變他們的消費 投資理財甚至生活習慣 可能在花錢上變得比較綁手綁腳 台灣想要打造更堅固的科技島 對於整體的經濟發展勢必是正向 但同時也得思考 該如何把部分資源流向改善 傳產與服務業的就業環境 貧富差距在自由市場中不可能消失 但至少得想辦法減緩擴大的速度 鐵北新管理研製救護宣傳來的報導 不過搭上浪潮 率先推出AI手機的韓國三星 傳出海外要裁員30% 從銷售行銷還有到行政是無一信念 那其實政策到我是路邊的街景嘛 所以後面就直接畫出摩托車的樣子 在手機畫上形狀 就能透過AI合成新的背景圖案 最新推出的AI手機主打的功能 更多元也更智能 主要還是放在他們的AI 其實這跟這幾年像手機或者說電腦 這行業都在朝AI這個方向發展 這算是符合的 然後他們AI畢竟就是三景比較大廠商 所以他在目前手機市場上面 他的AI推出的功能是相對比較完整的 搶先各家廠牌率先推出AI手機 不僅拍照用AI修圖 也可以即時翻譯成為賣點 再加上在折疊市場中獨佔凹頭 靠著消費性電子產品拉抬整體的銷售總額 這是下半年新推出的手機 而這一款外型是變薄變輕更亮眼 不過儘管是三星推出了新的產品 現在卻傳出三星部門要裁員海外30%的人員 包含上是銷售行銷還有行政人員 根據外媒報道 韓國三星指示全球子公司 減少15%的銷售和行銷人員 還有最多裁減30%的行政部門員工 包含美國、歐洲、亞洲、非洲等等據點 等於展開全球的裁員計劃 其實基本上他目前面臨的 我覺得兩大問題 第一個是他的技術問題 可能都還是落後於對手的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 其實整個大環境的變化 導致他其實在部分的產品上面 其實銷售狀況也沒有到那麼佳 這兩大因素導致他 其實在戰略層面上面就會做一些調整 比如說他在裁員的部分 針對一些人員上面去做調整 你因應接下來可能市場局勢 沒有那麼穩定的情況之下 他還有一些餘裕 最重要是他的 其實在大陸的業績 其實包括D-RAM 包括一些手機其實不如預期 那在印度也拆了不少人 是因為印度最近有公會的問題 三星自己的推估 他未來的營收跟獲利市場會增加的 如果說未來獲利跟營收增加 這時候為什麼要大幅裁員 就跟Google一樣 Google就是開始大幅的資本支出 然後開始裁員 會不會這就是有人認為說這是不是AI的效果的顯現 三星發布聲明 強調一些海外單位進行人力調整式例行公式 目的是要提高效率 不過近期三星在晶片製程上遇到挑戰 三奈米製程量率不如預期 在HBMG提備競爭對手SK海力士超車 加上沒有台積電的澳元 沒有辦法取得AI晶片大廠採用 三星是韓國的指標產業 那三星在代工上面一直沒辦法起來 那有人認為說三星本身比較官僚 內部官僚整個行政決策太慢 所以造成生產力更不上來 以全球三大高頻寬記憶體供應商來看 美光SK海力士 三星合計市占率高達九成 美光在台設置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基地後 海力士也積極表態要與台積電合作 也讓三星在記憶體的治權備受挑戰 那問題就是說 在比較先進的一些產品上面 可能目前NBDR主要採用的是 這個SK HINIX的產品 根據全球市場研究機構統計 今年第二季前五大晶圓代工排名 仍然是台積電蟬聯第一名 三星排第二 中芯國際聯電還有隔星 則是緊追在後 而記憶體SK海力士營收有望 首次超越Intel 登上全球第三大半導體製造商 讓韓國在半導體市場中穩住地位 台積電這個東西都是邏輯晶片 但D-RAM上面還是韓國比較強 韓國本身除了三星外還有海力士 所以韓國在D-RAM還是有半壁江山 那這一塊就當然 我們台灣跟韓國 半導體的政策上面 各有它的擅長的領域 台灣靠著邏輯晶片打下江山 韓國則是有記憶體優勢 在AI需求帶動下 全國科技大廠都積極布局 就看誰能搶下先機 為自己生命的鏡頭 玉立醫療決定 病人自主權利法上路後5年 台灣簽署卻不到1% 49歲的邱先生最近剛簽署完 玉立醫療決定書 他說以前外婆握床的景象 讓她動念要做這件事 我家裡曾經有長輩 然後意識不清 然後長期處於臥床的狀態 可是這一臥就是5、6年7、8年 那我看著她從一個人形 一直到最後往生前 變成一個會呼吸的骨架 這個過程中 其實讓我一直沒有辦法 釋壞這件事情 2019年病人自主權利法上路 你可以參與玉立醫療照護諮商 這個諮商門診由醫師、護理師、心理師 或社工人員組成 民眾需要帶見證人來 例如家人 門診時間至少一小時起跳 醫療團隊會講解 法律規定在5種臨床條件下 包括末期病人不可逆轉之昏迷 永久植物人及重度失智 和其他衛福部公告的疾病 你可以在你意識清楚時決定 到時候要不要救和灌食 像是要不要CPR、呼吸器等等 簽署完上傳 由衛福部在健保卡上註記 但截至2024年10月初統計 才大約8.7萬人簽署 全台還不到1% 這個是身為丈夫還有爸爸 給家人的最後的一份愛 因為我不希望救不救 拔不拔這件事情是由他們來決定 對他們我覺得是殘忍的 所以我希望說這件事情是我來決定 你們家人遵照我的意願這樣就好 邱先生在玉立醫療決定書上都是選擇不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如果發生那五種情況的話 而護理師說在病房看到不少遺憾 有家人間要救不救僵持不下鬧得不愉快 我們在臨床上有碰過說病人 他其實已經就是末期的病人 他自己也多次的跟醫療人員去表達 他不要伸上那麼多管路 那他也不要做這些急救措施 那我們有請他也要跟家裡的人討論 那他也跟家裡的人講 但是家裡的人不接受他的這些想法 他們覺得有狀況我們就是要積極 病患萬般折磨 其實玉立醫療決定書不是只給年紀大的人簽 而是人人都該早點思考 你不只幫自己決定 也能趁此機會跟家人溝通你的意願是什麼 只是這個推動真的非常不容易 針對於不管是我要做見證人這個角色 還是我要做醫療委任代理人這個角色 有些陪同來的家屬 他其實還是或者是親朋好友 他其實還是會有些害怕跟擔憂 就是我這樣子簽 我這樣幫忙做見證好嗎 那我是不是要負擔什麼樣的責任 那我擔任醫療委員代理人這件事情 我可以做好這個決定嗎 其實有時候要幫人家做決定 反而是一件更為難的事情 很多人還是忌諱談死亡 觀念上要花時間扭轉 還有參與滋商要自費3000塊左右 以及病毒法目前適用對象只有五類等等 都是簽署率低的原因之一 而其實在臨床上的執行也不容易 因為當你重病時需要兩位專科醫師確診 以及緩和團隊至少兩次召會 和家人醫療委任代理人討論後 才啟動預立醫療決定 醫生過來判定說他人是昏迷的 他之前有簽這個 你們尊重他的意願 那家屬又說 但是我都不知道 這時候就會有很多的糾紛 就是說我們到底要維持這樣 還是遵照家屬的意願 理論上這是病人自主的一個 簽署率的一個 他清醒的時候簽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尊重他 而且法律這一塊是 那種站在病人這一方 那但是醫療端呢 通常醫生不願意去弄 就是弄太多太複雜的事情 醫院和醫生也怕被家屬告 現在面臨的是簽署的人還不多 當觀念越來越普及 時間拉長 臨床上也開始遇到很多 預立醫療決定的末期病患 法律上怎麼給醫療團隊更多保障 是另一個難題 政府和社會大眾都要開啟更多對話 TVBS新聞 張正恩王一姐退位不到 您聽過菜瓜布肺嗎 五年存活率比癌症還低 粗乎台灣有三千名潛在病患 特發性肺纖維化稱為菜瓜布肺 患者的肺部因為纖維化不滿疤痕 外觀猶如傳統菜瓜布 它會損害肺部將氧氣送入血液的功能 是一種讓呼吸變得困難的肺部疾病 常見的三大症狀 包括呼吸喘 咳嗽 皮類 是一種慢性 漸進性 不可逆的纖維化 兼職性肺炎 成因不明 主要發生於年長者 疾病範圍僅限於肺臟 當任何成年患者發生無法解釋之 長期運動性 呼吸困難時 均需考慮此病的可能性 而此疾病常以咳嗽 杵狀脂 以及吸氣時聽診肺臟兩側底部 亦出現吸螺因作為表現 此疾病的發生率會隨年齡增長而上升 一般都在50到70歲之間發病 下於50歲的患者則相當罕見 病例常見於男性且有吸淹室的患者 其他潛在危險因子 還包括環境鋪路 慢性病毒感染 未適當逆流與遺傳因素 如家族型或偶發型肺纖維化 特發性肺纖維化屬於致命性 且不可逆肺病 其自然病程有變異性且難以預測 多數患者肺功能會在幾年內 有逐漸惡化現象 急性惡化為特發性肺纖維化患者的 主要食因之一 可以在病程中的任何時間點上 發生 而且有可能會是最早出現的表現 可受惡化 發燒與坦液增加 都是可能的症狀 在過去藥物治療還不是很發達的時候 拆瓜部肺通常被診斷的時候 通常患者存活大概都只剩下 兩年到三年的時間 它的存活率甚至會比肺癌還要更低 特發性肺纖維化 它是一種肺部出現 多處不可逆的纖維化的現象的一種疾病 要注意的是 健康檢查的時候 這個胸部X光有會打出說有局部的或是輕微的纖維化 那這樣的報告有時候其實可能是先前肺部 有時候感染之後 留下一些結地組織或是其他輕微的良性變化 拆瓜部肺症狀它在初期其實不會很明顯 肺部是人類交換氧氣最重要的地方 肺部其實長得會像海綿一樣 基本上呼吸進去的空氣可透過海綿中間的孔洞與身體血液交換氧氣 可帶一些氧氣的血液到身體各處 但是如果肺部長時間接受到刺激性的氣體 或者是比較特殊的藥物的話 會讓肺發生病變 今年已經有藥物治療被證明 可以減緩肺部損傷 延緩菜瓜部肺的病程 有助於改善咳嗽呼吸困難的症狀 此病的愈後不佳 一般而言 存活期的中位數估計為3到5年 5年存活率甚至比許多癌症還差 若有相關的症狀 悔患者應盡早尋求專科醫師協助診察 及早發現並妥善治療 減緩症狀和肺功能喪失 採取適當之措施來避免極性惡化發生 降低疾病惡化值相關風險 它就有可能會產生八橫化 產生纖維化 它原本是海綿的樣子 可能就會變成我們俗稱的像菜瓜布的樣子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稱為菜瓜布肺 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 我們肺部氧氣交換的效果就會大幅的下降 患者可能就會出現缺氧 呼吸困難的現象 如果懷疑肺部纖維化 務必到醫院就診 並讓醫師進行完整評估 詳細問診 聽診 電腦斷層 與肺功能檢查 才能確認診斷與嚴重程度 務必與醫師合作接受治療 千萬別錯過早期治療時機 TVBS新聞陳如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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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